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做部分试的时候 我们在恒等试学过 我们有数值代入法 数值跟细数比较法 两种方法来做 可是这一题其实我们在 分母为一次项的沉密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第三种方法来解的 就是我们可以设位之数 第三种方法我们可以设Y 好我们这样子来解 我们设Y啊我们来设Y 怎么做咧 我们先做用传统的方法 数值代入法或细数比较法来解看这一题 这一题的题目是X减1分之 X减1的三次方分之X平方加2减5 它的部分分式 它会有三个分母组成 因为它是三次方嘛 所以它的分母 加上加上 为什么它这么少 我可以知道三次方 因为它一定是有这一个分母 X减1平方 把所有的可能性把它列出来 写错 把所有的可能性列出来 这是X减3的三次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设分子是A 或者分子是B 分子是C 好接下来去区分母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挑一个步骤 然后来到2减5等于A要乘以X减1的平方 加上B要乘以X减1 加上C不需要乘任何东西 所以你看看 如果我们用数值代入法的话 我们代入一个X等于1 我们可以找到的东西就只有找到C 我们找不到A跟B 所以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 我可以直接去做系数比较法 系数比较法的话 我就要把所有东西去做展开 然后我先花一点时间把它展开给你看 好展开完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整理 把我的二次项 我的一次项 我的把它全部排列好 X平方加2X 减5等于AX平方 减2AX 加上BX 所以我可以把它分成这三个分式 也就是这个是我的二次项 这是我的一次项 后面三个A减B加7是我的常数项 然后去对照我的位置 比较法看一看 我可以从这边 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诶 写错 这边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哪 我的位置比较法 我这样子写吧 但是好像比较容易看 AX平方加2AX减5AX平方减2AX加BX 所以这边我就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三项 一个二次项一次项跟常数项 左四也是一个二次项一次项常数项 所以就依照我的位置比较 把它的系数给比较出来 所以我这边可以知道的是 E会等于A 2会等于-2A加上B 然后-5会等于A-B加C 所以会有三个方程式 就因为我三个方程式的里面 我其中第一个方程式A等于1 就已经有答案了 所以我去做带入带入 其实我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怎么做呢 来 我写在旁边这里 因为A等于1了嘛 所以2等于-2A加B A就等于1啊 我去做带入 2等于-2加B 2加4B等于4 A等于A A等于1B等于4 其实都解决出来 我们可以带入第三个方程式 5等于A-B加C 5等于A-B加C -5等于-3加C -2等于C 所以你看到吗 答案是C会等于-2 所以我的部分分式答案 这边就可以写 好 懒惰 原来A会等于 它是由X-1分之A 加上X-1平方 分之A 再加上X-1 3分之C 这是我的部分分式 好 会不会觉得 这些要写的东西 这个方法 系数比较反而写的东西 比较长 比较多 所以我们有第二招 比较特别的招来解 这一类型的题目就是 射Y 好 我们的题目是 X-1的立方分之 X平方加2X-5 我们刚刚说 上一个题目我们用系数比较反 我们去做的话 我们需要写很长很长的东西嘛 现在我们可以用新的招来解这一题 就是射Y 怎么说呢 我们把我们的分母X-1的三次方 我们把这个多项是 设成一个YX-1等于Y来一个 一项的话 X会等于Y加1来到这里 好 题目是这个 X平方加2X-5 X-1的三次方 现在我把它设一个Y给它 变成Y三次方 X是一个Y加1的平方 加上2乘以Y加1-5 你看到吗 分我把X带入一个Y加1 然后X-1带入一个Y去去 然后我去做一个展开 展开我会得到Y平方加2Y加1 加上2Y加2-5Y3 做一个一项 做一个加加减减Y平方 加上2加4Y3-2 对 过后我做什么 它是一个分母 我们之前可以把分母合起来 是因为我的分母都一样 所以现在我把分母都分开来 Y平方加Y3-4Y 再减Y3-2 OK 所以我去做月减一下 我会得到 第一项我会得到的是 Y分之1 加上4Y平方分之4 减上Y立方分之2 再把我的 因为刚刚我设定成 Y是X-1 我再把X-1代入回来 X-1分之1加上X-1平方分之4 再减上X-1立方分之2 你看到吗 本来我的题目是这个 不小心在设Y过后 就被我找到它的部分分式了 X-1分之1加上X-2 X-1平方分之4 减上X-1立方分之2 所以这是设Y的方法 大家不妨可以考虑考虑 用这个方法来解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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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